为什么美国对航母如此的情有独钟 即便在现在条件下 航母应该说面对越来越多威胁的情况下 仍然情有独钟 它为什么就死定了航母的一个建筑 坚决不肯放弃 应该说航母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大家知道战略武器往往指的是核武器 可是对美国来讲航母也是战略武器 它是作为战略武器来使用的一个平常天天使用的武器 核武器你平时是不能用的 所以美国对它这个航母用的频率 是世界上任何发生危机的时候 它都要使用 不管是战争的危机还是人道主义危机 它都要派出航母编队去应对去 把航母是作为战略武器来使用的 非核的战略武器来使用的 对的 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来发生了几次局部战争 美国都派出了航母编队 比如说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2021年美国派出了五个航母编队应对这个战争 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是多少 六个航母编队应付这样的战争 即使在平时应对比如说朝核危机 伊核危机 叙利亚危机 美国都派出了航母编队去应对那个所谓的危机 打不打先说了 咱们先把航母派出去了 先把航母派到那个地方去 美国使用航母有这么一个习惯 平时一个航母是执行巡逻护航的那种 两艘航母的时候就代表在这个地区 它要应对这个危机的发生 要把这个危机拉向和平的这个阶段 压住三艘航母编队的时候 就有可能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战争 准备去打上了五个航母编队 六个航母编队的时候 这个战争基本就会发生 所以美国从国际上来讲 可能是应对地区性的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平台 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讲 是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平台